大家好 边上一个人都没有 现在是七点钟 到了 房整鬼大厦 请问我做体检在哪 您现在能做体检 对 出门多长 当然侧面东门 东门啊 谢谢 这写一东门 对对对 等一会儿叫着号 拿着号叫前台登记就行 还有妇科检查都检查什么样 妇科摆带 公警TCT TCT 挺好 在哪儿 然后我怎么走 去W区 去女病区 从这儿过去 真的好 真像 我应该上哪儿了 都还没上班 这是踩雪的 消毒 服务真好 刚才给我抽雪的小姑娘 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疼 我抽了这么多年 写头一次 我这夸头 我说你记住 你可真棒 那不愧是人家私利的 就是不一样 又回复科了 我今天检查31项 你每次检查完都会有人带着你 告诉你在哪儿等着 就不用你特别茫然 不知道该去哪儿 我 我 我这是006 脖子 叶 就是尬着窝下边 乳腺 肝 然后阴道的 必超 全做了 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脂肪肝 医生让我减肥 就最近刚开始 我从来没有过脂肪肝 就脂肪上长肉什么的 该减肥了 然后昨天不再 亏了找一彩潮 要不就虫了 今天照的是阴道的 医生说我是多发性的囊肿 但是没关系 已经绝经了 它会越来越小 一年照一次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大事 现在开始上人了 好了 都测完了 然后这边是零早餐 九点半了 我早上起来七点 八点九点 九点半 看完了两个半小时 人可多了 要不干什么都得趁早 大家好 我是蓝了 我从体检的地方出来了 经历挺多的 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也许其中哪个片段 对你有帮助 尤其是对我们的健康 和身体有帮助 您就点赞收藏一下 省得将来您找不到了 体检中心 整个的 是流程都做完了 还有早餐 它是一个私立的体检中心 人说你工夫一聊 你干嘛上私立的 因为我们家老大的男朋友 他那个单位的 每年就是你的家属 可以免费体检 包括我们家张哥体检 都是他 就单位的一项福利 不用花钱 所以就来了 私立跟公立的差别 真是太大了 首先他们的服务 就是你 他大厅里面 都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就你不像上医院 一楼二楼 你找不着 然后人也多 一会交费 一会什么 这个呢 就是你每做完一项 马上就有人过来 告诉你 甚至带领着你 到下一个房间 我做了三十一项 我估计前后 不止麻烦了人 三十一次 服务态度特别的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这的大夫 认真负责 而且都是年长的 估计都是退休以后 到这来返聘的 所以又回到那种 小时候看病的感觉 那老人 老大夫 那认真的仔细 然后他甚至跟你搭讪 当然了他不跟你推销 说你该做什么什么 极个别的 就是年轻一点的那是 但是老人 今天整个心情特别愉快 我就记得 我进到一个房间 有一个女的 她是外科 我检查外科 我一进她就跟我聊 她说 这大个真棒 说那个 你都这么大了 反正就聊 她说 谁在这上班 我说孩子 最后聊了 因为我有夹减 我有高血压 我一般都提前跟大夫说 意思就是让她在这方面 给我着重 再看一下 她说你有夹减 她说你吃几片药 我说两片 她说吃那么多 她说我也有夹减 我不吃药 我一听 我说 她说我都夹减二十多年了 我说你不吃药 能行吗 她说我是医生 我的抗体特别的好 我知道我自身能够修复 结果现在没事 我就是好了 她说你 我不建议你 跟我学 但是你自身看着办 反正吃药多了不好 她话说一半 她那意思 就让我自己去甄别 我出来的时候 我就想这事 我要不要把药剪一下 等会儿呢 我看完了以后呢 我就上下一个 就是看那个血压和心脏 也是一个老太太 岁数特别大 她说你那个 我也是 跟她说夹减 血压高 后来等她还写报告的时候 她说你加药不要停 夹减药呢 也不要停 我说为什么呀 她说因为你一停了呢 你整个身体 就是 就全部都紊乱了 药不要停 我觉得挺奇怪 从那屋出来 我还 我还觉得好笑 我说你看 刚那个大夫一说 我这做思想斗争 药不要停 或者减药 这个大夫马上就告诉我 所以我也坚定了 就是相信后者的 你一停嘛 再说咱也不是医生啊 是吧 咱也不会调理啊 你已经吃这么多年了 十多年了 你家族遗传 你能给她停了 包括夹减啊 不能停这个药 然后我就记得 就因为好多医生嘛 都跟我说 但是整体来说都非常好啊 就是年龄大的 就是印象深刻的 就三位 还有一位呢 是一位男的老头 是什么 对 还有一个老头啊 是耳鼻喉咳的 我先说耳鼻喉咳啊 这个老头呢 就是我刚一坐那 我说我耳鼻喉 检查什么呀 我从来长这么大 几十年了 我都没检查过 他一听 他说 那说明你身体好 说什么 喉癌呀 中耳炎呀 是吧 鼻炎呀 这很多呀 我说没有 从来没有过这种病 然后他挨给我看 挺好的 什么事都没有 就走了 然后等着呢 口腔科呢 就是牙科医生 某的牙不好 我一坐那 我说大夫 我这牙一口的破牙 不是香的就是假的 要不然就是那个 取齿 我说我们那代人嘛 吃啊 跟不上营养 缺钙 又从小吃四环素 那牙都酥的 我说所有的牙特别不好 他说行 我给你搂了 一听就是北京人 一看 别提多认真了 就是每一颗牙 就是你哪个该修 哪个该补 哪个长取齿了 哪个该杀神经不杀 说的那叫一个仔细 每一颗牙呀 我真是看牙 因为我也经常老看牙 从小看牙 从小到大 我真是碰到 我看他那岁数 至少都有70岁 快80岁了 满脸都是褶子 一个老头 老大夫 所以呢 我从那个体验中 一出来 我就给那个 我那个大夫 何大夫 我有他的微信 打电话 我说何大夫 找你看牙去 许齿 他说 洗浪头 今天我休息 你后天来吧 约了一时间 因为找他看病的人 也特别多 所以呢 星期四 后天啊 我去找他看牙去 就是你有病吧 就要及时的看 因为牙很重要啊 对吧 牙坏了 你吃什么东西 都费劲了 你不能摄入营养了 你身体怎么好啊 所以这看牙 听说又涨钱了 就即便公费医疗 也涨了很多 以前补牙是 报销比例很大的 花不了几十块钱 但现在都涨价了 当然香牙就更贵了 或者做牙冠呀 什么的 那该做也得做 是吧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来了呢 记得点个关注 点个赞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